大家好,我是嘉遠 然後我今天要來分享的是 好辦共和工作空間 然後好辦共和工作空間的Logan是 希望這個地方是一個讓自己可以做喜歡的工作 然後讓你的工作有下的生活 然後講講我們跟焦點的關係好了 我們是 我跟佩琪都是台中人 然後大學四年在台北面書 那時候決定回台中是 但是完全不知道台中的資源在哪邊 然後也不認識人 所以我們就來參加焦點 然後從我們第一次來參加第四場 然後就認識了我們現在的第一個金屬者 就是Miles 然後從Miles身上又開始接連認識到很多台中的一些 創業者小劇啊創小劇這些社團 然後開始慢慢拓點我們在台中的資源 那後來參加幾場之後就是就是繼續 覺得很不可思議 就是從去年四月的時候在這邊分享一個idea 就是說喔我們想要做也跟我們無故 然後讓台中有個地方他可以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不論是他的工作是一個計畫等等 然後就沒想到今天站在這邊 是以一個已經開幕一個月的生 呃的老闆娘的那個身份來講 這件事情就覺得非常不可信 就是8個月前我們在這邊提了一個計畫 然後在8個月之後今天重新在這邊 你竟然是可以跟大家分享我們開幕的一件事情路路程 呃對這是我們點檔背景 對然後呃那個時候就是要開這樣的一個空間 那這個空間基本上在台灣是非常新 尤其對台北方來說又是一個非常非常非常新的概念 所以呃我們就全台跑透透然後北中南 然後各地的correction space 或是一些社會創新的點然後都去看過 然後甚至呃就是像這個焦點區會啊 然後去參加一些工作坊 然後也是在參加一些呃參加研討會的時候 意外的遇到了我們的資金的金主 然後因為他的呃就是他給我們這個機會 我們就說他是呃那個最後一個把我們踢下那個火坑的人 所以原本從一個只是一個課堂延續下來的計畫 然後竟然覺得呃有人願意出錢幫你完成這個計畫 那後來就發展成了一個創業的計畫 然後包含我們那時候去日本的東京的correction space 安坊 然後呃我們的地方是在台中火山附近 那如果是台中人的話就知道 湯中區其實是一個嗯 大家一般來說不會願意踏進去的一個地方 就他曾經是台中最返華的地方 然後他在日治時期的時候是被一個呃日本京都的那樣子的呃呃 城市的形態去被規劃 然後非常的繁盛 每天就是很多人很多商家 那在經經過幾次大火跟呃商業中心轉移之後 其實中區是整個非常沒落的 然後你白天走在那裡 大概街上九層店都是關門 然後不太有人願意走在那邊 但這幾年就是公演會開了之後 就是慢慢有開始一下好轉 那我們選到台中中區的目的 其實跟我跟佩琪的一些 跟這個地方的情感有關 然後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是 我們希望能夠保留這個城市它的根 那這個根也就是它的文化歷史 我們希望重新讓這個地方 有一些新的活力去重新引進 讓這些老店家或是這些老房子的價值 能夠重新被證實 對然後呃 謝謝謝謝你的同意 然後這個是我們現在這個空間 他以前在七十幾年前日據時代的時候 是一個律師事務所 那我們找到他的時候 他其實是一個已經被荒廢七八年的一個破房 那經過了一個科技時代草域之後呢 我們就跟房東聯系上 然後再經過了兩個月的整收之後 他就成了現在這個空間的模樣 對只是從這邊可以看到 然後就是我們剛剛開始進去 他就是一個兩層空空的鐵皮屋 然後你很難想像 就是你現在踏進去 他竟然是可以掌聲哥 看起來有模有樣 有模有樣 然後有跟光覺得 嗯還不錯的地方這樣子 對那共同工作空間 它有一個什麼東西 它基本上就是一個 你可以租一個空間 那可能一些個人工作者或新創團隊 他們共同到這個空間裡面去工作 討論跟聚會 那我們目前呢 你在看你在哪裡嗎 這是我們的二樓空間 這邊是一樓空間 然後特別可以講一下那個廚房 就我們家一樓 除了有一個彈性的空間 就是可以提供一些活動包場啊 或是平日的時候工作者 也可以在裡面聚會 或討論之外 我們還有一個整個空間的核心心臟 就是廚房 當然就是只要談到吃電信 你就會非常開心 然後我們那邊一天到晚都有人開火 然後很多人就是 流連忘返在那個地方 然後吃東西 然後我們後來發現 廚房電信其實真的還蠻重要的 因為透過吃電信 你可以很輕鬆而且自在的 馬上跟一個新朋友認識 然後互相去討論到 欸你做這計畫我有興趣等等 那工作者其實現在 下一張應該是 對,這是我們在開幕 第一個月的時候 舉辦的Members Welcome Party 那我們這個空間目前是 二樓是一個固定的座位 那固定的座位有20個位 他目前是有5個進駐者進駐 那他們分別是像Miles做行銷企劃 那他也有一個小小的夢想 然後還有像室內設計師 有工業設計 就是有紐西蘭來的文字工作者 然後也有一個很厲害的婚禮攝影師 然後還有一個魔術師這樣 對,然後 其實你會發現共同工作空間的核心 是一個分享跟交流 就是大家有什麼樣的專長 或是有什麼樣的人脈資源 可以在裡面互動 然後短短的一個多月 其實已經可以發現 像Mouse跟裡面的一個進駐者 就已經有了一個合作案在進行 那很多的人脈跟資源 可以在裡面有一個非常快速的流動 那除了空間本身 我們也希望這個空間是能夠開放給各式各樣的人 除了工作者跟新創團隊之外 一般人他可以在課餘或是下班的時候 他也能夠去參與到這個空間 或是我們想要用這個空間傳達的一些 在地社會性的議題跟計畫行動力等等 所以在那邊其實已經辦過 像是一個台中的文化資產有趣價值的記者會 然後也有春水堂的團隊會議 婚式創業週末 這邊也有一個創業週末的第一名團隊 不平話 然後也有像是一個年輕人 他想要做的一個賭味的創業夢想 然後他在那邊騎樓辦的一個試吃會 然後還有這裡人的展毯 就是他在那邊辦了他的個人的演唱會 然後還有像日本來的朋友 就是在那邊辦的一些早餐的聚會 就可以發案都是吃吃喝喝這樣 所以所以回家好辦的整個slogan 做自己喜歡工作讓工作有上色 可是他具體意思是說 在這個空間本身 我們有很多的資源跟知識 那我們希望你來到這個地方 你有什麼需求 你可以透過我們找到你所需要的資源 那來到這個地方的人 比如說我們的進駐者 有來自不同背景有不同專長 有人攝影很厲害 有人很會做行銷設計 有人會包裝 然後有人會動手速務工等等 他們可以成為彼此的一個資源連結的網絡 然後整個社群他們在做的事情 比如說我們現在要開啟的一些中區的計畫等等 他是對於這個中區這個在地 或是對於社會的某個議題 可能有人特別對農業的關注 可能特別對於一個藝術如何 還有國化一個社群的關注 像這些不同領域的事情 可以在這個地方發生 然後讓這個社群成為整個社會的好伴 所以我們定位自己 就是我們兩個老闆娘角色 基本上就是一個媒婆 就是一個紅娘角色 我們去連結各式各樣的資源 比如說資金 比如說企業 比如說一些前輩啊 業師等等 然後可能還有一些像群眾木質的平台 可以在那個地方有辦一些工作坊等等 或是一些在地的店家 或是國際的Quarantine Visa的連結 或是像日本跟香港的一些 我們去參訪會的空間 所以我們成為這樣的一個資源連結者 那不管是工作或是一個計畫 或是你一個小小夢想 可以到那個地方找到一個 你持續下去的動力 跟一個社群的支持 所以聽起來其實已經 好伴已經跳脫了整個共同工作空間 為了降低工作室的成本的這個 最坎 一開始被設立的目標 其實我們是希望讓這地方有一個很多元 然後來自不同領域背景的社群 然後他們可以對於他們各自關心的議題 有一些發展的機會 然後這個呢可以特別介紹一下 就是我們目前正在招募的一個計畫 他叫做伴計畫 是由募哲社會企業出資 就等於是他出資去資助五個團隊 在這個空間三到六個月的座位 那團隊他可以申請這個計畫 然後他可以提出一些他的 不論是創業計畫或是一些小規模 短期的計畫也OK 但是他必須符合一個具有社會價值 或社會性意義的 你可以做農業 你可以做文化藝術 你可以做歷史 你可以在中區開間店等等 那這些東西是我們的目的 目的其實是希望能夠引發更多 中部的一些社會實踐的進行 那詳細的 然後這個計畫呢 我們會伴隨著一連串的 一連串執行 比如說有業失群的 可能每兩週的一些 如果你需要資群或是討論的話 或是一些資金也有在背後 如果你需要資金的話 然後還有你可以跟不同行業的團隊去討論 然後還有好伴自己自身的一些 知識系統 比如說我們這一年半所累積的 如何攝取經營 如何寫故事 如何可以去 如何你寫一個動人的故事 讓大家願意按讚等等 這些東西 對 然後這個呢 是 我要做計畫到2月9號 然後 那邊有海報的庫牌 等一下大家可以拿 好最後 最後講 這個是 這是我們年度的計畫 就是接下來在好伴空間裡面 除了做伴計畫 還有整個年度會有的一個執行 是三分廚房裡面的食物旅行 透過食材這件事情去讓 做食物這件事情 產生一個有趣的事情 可以跟那個食材的當地的生產者 或組織能夠認識 這個會是跟我們的好夥伴合合 可以一起合作的 然後還有例如整學星期五 他就是固定去討論一些台中在地社會性議題 不論是作文神家 或是社館 或是天文塔 或是什麼 對之類的 對然後還有 我們會持續辦老問題奇方法的社會創新的講座 然後還有達人肥皂箱 就是任何人都可以 有點像是專長交換 就是你去把一個 你很厲害的 比如說我很會做PPT 我就今天來用50分鐘的時間跟大家分享 如何做一個PPT等等 然後還有七八月會辦的一個社會創新工作坊 這個是預計 我們現在的構想是希望能夠變 他的主題是一個台中的未來城市 他應該長成什麼樣子 所以他可以涵蓋比如說生態的議題 比如說交通的議題 比如說農業議題 比如說性別議題等等這些東西 那這個會是今年度的 好辦的一些規劃方向 對然後對我們是好辦 然後Let's make something happen 然後大家都可以上我們本事業跟網站 或是等一下可以大家再交的聊天 謝謝